哈囉,歡迎收看環哥GameReview 今天的影片要來聊聊一款文字冒險遊戲 《告別回憶 無垢少女》 當然這類型遊戲絕大多數的價值 都是建立於故事劇情之上 因此這次的影片會提及到的劇情 藉由官方介紹裡藉由的內容和粗略的故事手項 剪接實用的片段也會避開有重大劇情內容的地方 還沒玩過的玩家也可以放心觀看 《告別回憶 無垢少女》為之明天代冒險遊戲 《告別回憶》系列回歸8年的續作 沒玩過前作的玩家們不用擔心 這次劇情一樣是獨立的 頂多看不懂一些不影響劇情理解的小彩蛋而已 遊戲目前已進於PS4、PSP、台南Switch平台推出 既有支援反簡體中文 也預計之後會推出Steam版本 故事講述本作的主人公南賴蕾 通過交換制度從雜謊、短期轉移到湘南的姐妹校 不僅是為了展開新的生活 也為了和童年時的兩位好友們再次相遇 然而此舉卻帶給了他意想不到的發展 而主角又會如何去面對這些死要未及的情況呢? 本作的劇情既有甜蜜的戀愛故事 亦有鋪陳良好的真相路線 戀愛故事並非從頭到尾都在擬農我農 也有著讓人糾結、難以忍受的發展 在整體的起承轉和和情緒都安排得相當熟練 而真相路線不容易在前期就猜測到最後的結果 前面鋪陳過的伏筆 大多都會在最後給玩家一個滿意的答案 因此非常推薦喜歡劇情一項遊戲 又想入門文字ABG的玩家們試試 和其他同類型的遊戲一樣 玩家們要做的就是閱讀角色的對話內容 和在特定段落下做出對話或行動的選擇 另外只是同樣為選項的變體Rance 必須在限定時間內與兩者間放棄其中一方 如果在時間之內沒做出選擇則被視為第三種選擇 除了精彩的聲優演出外 本作的音樂也是值得一提的亮點 音樂和當下的情境都很搭 從輕鬆悠閒的日常各種傷心難過的小段 當然坐立不安的情況 在情緒的渲染上都有了很強的效果 本作的CG圖案BGM都不難收集 通過全結局大概都能拉到個九成左右 剩下的只要多嘗試幾個不曾選過的選項 和特定無關劇情的小劇場便能完整回收 因此PS版本的白金獎盃不難拿 多年前我在SPA3任務上遊玩秋之回憶期的時候 初次通玩居然只是一個短時間就結束的普通Bay End 首先這次無夠少女就改善了這點 不管玩家怎麼選擇 基本上都能完整的走完一整條路線的故事 因此更強烈建議玩家們 在不去看任何攻略的情況下開始的第一輪 本作的快轉功能一如過往 可以快速跳過已經看過的部分 直到出現對話選項和未讀過的內容時才會停下來 和前作相同本作同樣也有劇情組的設計 某些特定的路線必須通過其他路線後才能解鎖 雖然這的確是限制了玩家們攻略的順序 但當你通過全部解決的時候 就會發覺這個設計真正的用意所在 也讓遊戲有了好久成功底的感覺 現今多數同類型遊戲除了故事劇情外 偶爾也會有些裸露度較高的CG圖片 雖然無夠少女中也要少數一兩張較為仰眼的CG 但老實說不會讓人有那種刻意硬要制度的感覺 和其他同類型的遊戲相比顯得自然很多 至於遊戲時數 我是一個習慣玩文字ABG 都會讓角色語音播完的人 在這情況下我花了35小時左右的時間完成所有結局 強烈建議玩家們找個空閒的休假時間 慢慢去研讀遊戲中複雜的人物關係 以及角色們心境上的變化 才是享用這款遊戲最佳的方式 或許前期節奏緩慢的日常劇情容易讓你失去耐心 但只要到了一些較關鍵的劇情後 整個張力也會慢慢的被拉起來 而說到本作較為明顯的缺點 幾乎都是在遊戲內容本身沒有太多關係的環節 特別是在這中文翻譯 遊戲中的字幕偶爾會有反簡混用的情況 甚至有一小段劇情全部變簡體字 其他翻譯上的疏失也特別明顯 譬如像勿用有男女之分的你和你 以及各種醉詞、錯字等情況 而這些缺陷就看之後會不會通過更新檔修補了 最後稍微提一下 雖然無夠少女和前面幾作沒有直接的關聯 但過去系列作曾出現的女角們 都會以客串的方式登場 如果之前有玩過系列作的話 看到這些角色成長後的樣貌 或許也會有一種和失聯多年的朋友們 再次重逢的感覺吧 遊戲中甚至有一條路線 就是為了系列作的玩家安排的 詳細的內容我就不破哏了 就留給玩家們自己去體會囉 好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就不妨把影片分享給你身邊喜歡文字AVG 或劇情像遊戲的朋友吧 我是環哥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封閉 左邊 字幕封閉 我們下次見